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3年12月11日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们是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雅光先生 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 欢迎雅光 欢迎博洋 小男好 博洋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小男好 雅光好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东西也不少 我们第一个话题是关于乌克兰 我们已经谈了乌克兰很多次了 但是最近一个新的发展就是 西方世界对乌克兰的援助 主要是军事援助 最近好像出现一些问题 特别是美国 因为美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 是一个是他是带头羊 有领导作用 第二个在贡献上也是最大的 我正好看到今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美国国防大学讲话 因为今天那个乌克兰总统 去国防大学发表讲话 所以在这个乌克兰总统讲话之前 奥斯汀讲话 奥斯汀里面讲到两个数字 他说迄今为止 美国已经贡献了440亿 用于乌克兰的这个抗俄战争 世界上其他50多个盟国 贡献的总和迄今为止是370亿 换句话说 美国一国的贡献超过 整个其他西方世界和这个世界各国的贡献 那么现在拜登总统最近又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计划 要国会批准1100亿的军事援助 用于帮助乌克兰和以色列 那么其中 1100亿中间610亿是准备给 乌克兰的 那么以色列呢拿491 但是这个提案现在在国会参议院 还没有通过 因为国会参议院里面有一些议员 主要是共和党议员 就是他们附加了一些条款 就是我们可以批准这个法案 但是呢 其中涉及到他们想要附加一些 就包括移民啊 包括其他预算方面的一些条款 就是说你要同意这个 我们才同意这个 我不知道两位嘉宾 有没有关注这个事啊 因为这件事我觉得是个比较大的事 因为如果乌克兰没有西方的军事援助 特别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 他们在对抗前世界超级大国 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可以说是一个缩小版的超级大国 但是他尽管是缩小版 他仍然是个超级大国 他的军力还是很强大的 他的自然资源 工业能力还是基础还是雄厚的 再一个就是说 他的人口也是乌克兰的多少倍 所以我想听听两位嘉宾的看法 那你刚才讲的这个这个数字啊 美国至今为止 研究的这援助了乌克兰440亿美元 这个这个援助 我想我们要再细分一分 你这440亿美元 首先不会说把440亿美元直接打到乌克兰政府的账号 恐怕不会这么干的 我猜想这440亿美元当中可能是很大一部分 就是这个拨款呢 拨给美国这个军火供应商 或者是从军火的这个中间上 拨给他们的 把他们美国现有的库存的库存的那些武器 买过来 交给这个乌克兰 我相信可能是这么做的 另外可能还有些钱 就是说还有一部分经费呢 是交给美国现在的巨国制造商 说你们再继续生产啊 继续生产 你也许你生产出来的东西 直接卖给乌克兰 直接送到乌克兰出去 也许呢直接就是说 现在放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存储 武器存储的这个这个这个中间的环节 然后补充这个从中间环节 从这个存储的环节当中 发出去的东西啊 有可能这么做 当然肯定还有一部分钱 我觉得我我觉得个人猜想 应该是比较少这样的 啊这440亿当中比较小的部分 是经费的直接不给武汉政府 有他们做做他们的其他用 我相信这440亿美元 可怕大部分是这么做的 如果我这种分析 如果说是成立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说 你是440亿美元当中 相当一大部分还是 帮助美国的军服 生产商或者军服 就是中间商 这么这么应该这么钱 呃这个那么对美国 刺激美国当地的经济 美国经济发展 这应该是起到一点好多 所以我想这样的话 就是说呃 如果是个这个立体正确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拜登再提出 1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也有可能啊 这个就反正是并不完全是这个 呃就直接把钱就交给乌克兰 他不会这么干的 所以这个还是对美国这个呃 美国的生产环节 环节还是有好处 有帮助的 我们想到美国这次对乌克兰的援助呢 跟二四大战的时候 对中国的援助和对这个俄 苏联的援助还是不一样的 二四大战是对俄罗斯 对这个中国的援助 直接就把钱 就是把东西给军火送过去 对俄罗斯也是直接把军火 把坦克送过来 这样的情况 呃这个当时呢 我觉得就是说 不论苏联也好 还是中国也好 大概这个接受军火的这些人 大概是贪污的情况比较少 乌克兰这个国家呢 虽然遭受群裂 但是我觉得乌克兰这个国家 受前苏联 苏联和俄罗斯这个影响 这个很多人贪污的 贪污的风气比较有 我也看到美国这个国会里头 很多人就对这个钱到底是 他用到哪去了 有多少被汤污了 有多少被浪费了 呃 有不同的看法 总有 总有这种做法 就是这个乌克兰这个国家 其实就是汤污的还是比较厉害的 呃 因为贪污苦败的问题不解释的话 这个这个这个加入欧盟了 是很大的问题啊 呃 再说一个观点呢 就是说这个乌俄战争打到 现在这个这个样子 很有点像当年中国和美国在朝鲜 三八线附近打僵持在那 谁也打不动 我觉得这很长一段时间 也没见到俄罗斯有什么大的进入 和乌克兰也没什么大进入 我感觉这个现在就是说 大家都势均力于的 谁也没有什么能力发动 更大规模的进入 呃 所以就僵持在这么个状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 再提供更多的军服 能够对战争的 战争的这个形势 有根本性的 帮助吗 或是怀疑 不知道 我现在说这么多 跟你说说了这么多 嗯 首先我 我杨 你有什么 我觉得这个 这个美国西方的援助 这是这是必须的 就是说刚开始 呃 乌克兰就当时不说吗 21小时就打到基辅 但是也没打到 当然乌克兰人确实是 在泽连斯基的领导下 确实前几天打的确实不错 后来就是说 能够坚持到现在两年多 两年半 快三年了 就是实际上 呃 是 是 一年 一年快两年 快两年 sorry 就说 这个跟美国和西方的援助 这个是确实是 分 分不开的 刚开始像那个 德国就给了五千个头盔 那时候就就是防御性的给你们点头盔 也就是一次性 一下就完了 结果现在 美国援助减少了 德国成了最大的 那个 就是那个 支持 乌克兰的国家了 我觉得 我看 我看有 有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说的有一定道理 说是乌克兰是吃大户 呃 俄罗斯是吃老本 就说 呃 像刚才 想小男你说的 就是说从人口上来说 对 人口上来说 这个俄罗斯是乌克兰的 三倍 他一千五百 呃 1.5亿 乌克兰才四千多万 实际上现在也就三千多万 完了 他的经济规模是乌克兰的十倍 所以说要 这么打仗的话 乌克兰确实打不过俄罗斯 我看就是说现在就是 像在那个 那个 俄罗斯现在每天都是战损 都是在一千人左右嘛 就是 乌克兰都觉得奇怪 就是 这就是靠人 往上冲 就 就这样 你就 就这么消耗 就是那乌克兰肯定是打不过他们 所以说 呃 乌克兰确实需要 呃 就是 美国呀 西方的这元素 刚才 呃 亚光说的 有一点 有一点是对的 就是说 呃 其实美国援助 乌克兰的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 像 那个 国务卿 布林肯就说了 90%都是在美国生产 所以呢 他就是 想暗示一下 可能还是怎么着 就是说 对咱们国家 就是包括就业 包括 产值啊 都是有一定帮助的 所以我 我觉得 这个 这个 斯林斯基 明天 明天要跟那个 参议院 什么党团见面 还要跟那个 众议院的 众议院的议长 呃 Johnson 也要见面 我觉得 最终还是 呃 还是能够达到一定妥协吧 能够把这个 预算案通过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特别需要 我想就多说一句 就说 我看最近就是 呃 福丁说了 说下一个目标 就是打到 呃 打到奥德萨 然后呢 再往西 要打到那个摩尔 摩尔多瓦 那就是实际上 就是他的野心 没有 没有 没有止境 包括我看俄罗斯的 那个海军军官 还是什么 呃 还是国防部军官 也也最近也提出来了 说俄罗斯的下一步目标 就是要在北极 要占领更多的地方 所以说 这个 这个国际社会 必须得让 俄罗斯失败 其中这个 最重要的力量 还是美国的支持 我真是希望 美国国会 能够通过这个 原务的这些 这个这个 这个财政拨款 我 我就同意 不扬的说话啊 我就先插一句 说的很对 应该权力支持 乌克兰 这应该毫无疑问 国总长 国总长俄罗斯 这肯定是最 最重要的意见 不能让俄罗斯 对 对 两位嘉宾的意见 我是同意的 这个 雅光提到乌克兰的贪污问题 这个西方世界 其实也是很早就 注意到 那么 这个 这个贪污的事呢 我觉得因为 美国 西方的援助 主要还是以 食物的方式 就是军火啊 弹药啊 武器啊 装备 包括这个军需 后勤产品 所以这些东西呢 贪污起来呢 也可以麻烦一些 就是它不像钱 是吧 可以往银行里存 这些东西 它需要去 到黑市上卖 不是 好像前段时间 有报道说 就是看到 有这个美国 军员的东西 在国际 这个军火 黑市上 发现 是怀疑是从乌克兰 运出来的 但这个毕竟是少数 这个军员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 打赢这场抗俄战争 应该说 可以说是自由世界 花钱最少 牺牲最小 这个功率最大的一件事 从这个 从这个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 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比你自己 派自己的子弟兵去打 你死一个人 在花多少钱 是吧 比战火引到西欧 来打 这又要节省多少事 那么 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人说 这个就是反 就是支持俄罗斯的人 是这么说 说这个 美国出钱 乌克兰出人 来这个 也想要削弱俄罗斯 但事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是那 这个战争 发生在乌克兰 那只能乌克兰出人 你不可能让美国 现在出人 是吧 那美国出钱 出钱 钱是最便宜的了 是吧 你光出钱 不出人 这个 如果连这个钱 都不肯出的话 那我觉得美国的 这个 在自由世界的 这个领导力 和领导地位 都要受到 怀疑 或者是批评吧 参议院的一些 共和党人的 要求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 一个预算 赤字太高 是吧 玩命花钱 他们希望能有一个节制 再一个就是说 对非法移民的控制 他们想把这些东西呢 加到这个上面去 就作为条件 就是说我们一揽子 要批准都批准 但是 这个战争时候 有些东西 这个还有个轻重缓急的 这个问题 就是说 非法移民问题 是要解决 那如果你一定要把他跟 军援乌克兰的这件事 绑在一起 因为那边打仗 那天天在死人 这个不等人呢 所以我也是希望 国会两党能够 站在这个世界历史的高度 来看这个问题 是能够批准这个方案 切不说一揽子全批吧 你至少先批一半 是吧 剩下一半 我们下次再说 你至少先有钱 不断地在 在在在 在这个军火能够发过去 因为最近的 好像一线战场的局势 处在比较 这个僵持的状态 而且好像俄方的进攻 多于乌方的进攻 乌方就是由攻 转为守势了 我看的报道背影权啊 但是感觉好像俄方在 多条战线都在试图 往前推进 就像博洋刚才讲的 就是说 你还喜欢他 你刚才能讲的 就是这个俄罗斯打仗呢 就是 人海战术 不惜牺牲人力 他打这个二十二战 也是这么打 现在好像也是这样子 就是一天损耗一千人 一天损耗一千人 这个也不得了 要这么损耗下去 俄罗斯 首先 我们现在没法知道 就是乌克兰道里死了 多块人 估计也是 也是伤毛很大 就是说 战争嘛 除了要武器以外 还要有人嘛 有人来操纵这个武器 而且人必须是 有经验的 能够能够真正 能够穿战场 能起坐 不是这个劳若病残 所以呢 像乌克兰到底人力上 能供应多 这个也很难 这个军力 这个可以用美国和欧洲 其他国家的帮忙解决 但是人力呢 那么这个俄罗斯呢 这个打仗 他们武器不行 他靠人 这个人海战中 在牺牲很多人 我也看有报道 讲究 他把西伯利亚地区 那些偏僻 偏僻地区的农村子弟 就征召上去 反正那些人死了 就是死来说 相对于影响了小一些 他这个 这个俄罗斯 我是觉得 就经过将近 从二次大战以后 到现在 这七八十年以来 他这个人海战术 不把人命当回事 打仗 就 就这么这么个人的发现 是真的 没法讲 没法说 对 他因为他这个 武器装备 他不如西方先进 他 你看这个 现在 基本上 你看不到 看不到什么 这个俄乌战争中间 就空战很少 就是说 他这个米格飞机 这些什么苏凯飞机 他 他其实 他要起来以后 这个仰光影 应该比我们知道的 更清楚 就是说 他可能跟西方的战绩 很难 很难在空中对抗 或者是西方的这些 这个 这个地对空导弹啊 你可能上去就成了靶子了 对 是吧 所以他 打来打去 最后 他最后还是靠 常规部队 地面 地面部队 那像你刚才说的 因为这个国家 复原辽阔 而且民族众多 他不需要 用欧洲部分的 这些白人来打 可以用 亚洲部分的 中亚部分的 是吧 你像 像这个 车臣的 是吧 像 像其他这些 原来的这些 这个 格萨克啊 什么 这些 还有其他 很多少数民族 他可以用 包括远东地区 西伯雷亚地区的 很多人 他可以征召过来 那么 这些人呢 相对来说 可能如果真的 在战场上 阵亡了 那 抚恤金啊 各方面也 可能 我不知道他这个 是不是会比 比如说 摩斯科 一个摩斯科人 战死了 或者一个 彼得堡人 战死了 他这个 成本会更高一些 我们现在到 广告时间了 我们先听一下 广告 然后 接着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 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 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节目 如果您 曾经在西雅图 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 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 中文电台 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 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 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 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 at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COVID的抗疫工作 现已进入全新阶段 我们知道 COVID可能带来长期症状 所以请记住 全面接种疫苗 对降低长期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 2023-2024年度的疫苗 可增强保护 对抗新病种病毒 提供我们抵抗病毒 所需要的防疫能力 请记住 经常洗手 以及在人多的地方 配戴口罩 是我们都可以做到 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 请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紧入键 了解详情 等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 各位听众 现在我们回到 我们中文电台的 13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3年12月1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 两位嘉宾 分别是 西亚图生物科技界 资深人士 李国阳贤 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董事长 西亚光贤 刚才我们讨论 美国和西方世界 对乌克兰抗俄战争的 军事援助问题 那么现在 拜登总统在国会提出了一案 就是要 拨款1100亿美元 这个用于这个 他叫这个战争拨款 主要是用于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 其中乌克兰拿比较大的一个头 610亿 以色列拿490亿 说到这个 我其实在想 其实这个 如果国会的共和党人 觉得拨款太多 想要减少开销 给纳税人省点钱 这个不要让联邦鱼 这个赤字长得那么猛 我觉得你可以 把以色列那块 扣得住 我觉得可能支持 以色列的人又不高兴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道理 因为以色列和哈马斯 这个 他不是在一个重量级上 以色列本身自己很强 以色列自己也说了 就是不需要美国 美国不支持 我们也可以处理这些事 是吧 这个 那乌克兰呢 和这个 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 是很强 是吧 俄罗斯 就我刚才说 它是个 它是个缩小版的超级大国 它虽然缩小了 但它仍然是个超级大国 现在 大家不承认了 但是它的军事 确实是 是一个超级大国 这个 当然核武器就不说了 它常规武器 还是相当厉害的 这个 而且这个国家 这个重工业 重工业基础 也是有基础的 虽然这个 苏联解体以后 它受到影响 而且人口上 是吧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事 所以你 你这个 如果后的以色列呢 我觉得以色列 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你或者后的一部分 说减少一点 别给那么多 你看 你说 因为犹太人也不缺钱吗 说句老实话 犹太人缺钱吗 他们也不缺钱 是吧 技术他们也有 战斗力军事 这个以色列国防军的 这个战斗力 也是局势都公认 你不要说打哈马斯了 这个阿拉伯国家 联合起来跟他干 都未必干得过 对 而且他还有核武器 对 那核武器当然现在 因为对哈马斯 这样的没法用了 但是 但是他 他这个威力是在这 是吧 对 我们说到犹太人 正好最近关于这个 反游的活动 在美国的 这个社会各界都 有一些反应 特别是在美国的高校 校园中间 很多校园都发生了 这个反游的示威活动 甚至有些校园里面 公开提出说要杀死犹太人 这个最近特别引人注目的 就是一个是哈佛 一个是U-Pen 是吧 对 兵大 好像还有一个学校 MIT MIT 对 麻省理工 这三个学校的校长 都受到了 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批评 那么我今天看 好像这个 哈佛的有多少几百名教授啊 这个员工啊 签名 签联合姓 支持校长 另外哈佛的这个校友会 也发表声明 说支持校长 同时我也看到了 有哈佛的这个犹太裔学生 发表公开发表讲话 还是批评校长 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犹太裔作为一个族裔 受到校园内某些人的公开攻击 甚至威胁的时候 这个校长 你怎么能保持沉默呢 而且你就是说 这个校长 他后来他觉得不能 他觉得沉默也不合适 他就出来讲话 但是一开始的讲话 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哲学性 他就讲了这个 好像涉及什么言论自由啊 其他就是讲的 没有旗帜鲜明立场 就是说谴责的你 你不管是出于什么 你不能威胁其他的 校园中间的其他学生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美国的高校 一只是 就是自由派 所谓自由派 就是Liberal 或者叫左派 控制的天下 你像我们 我在美国上学念研究生 那我们教授在课堂上 就公开的 就是开设 马克思主义的课程 公开讲 这都是合法的 来修课的学生也不少 感兴趣 想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在中国 是比较难以想象的 觉得美国 你们怎么公开的 大学课堂上 就讲解马克思主义 这个授课 那美国人觉得 这个很正常 但是学生呢 他会受到很多影响 像不知道两位嘉宾 有没有 发露这件事 我是英文的中文 都看到这个 这方面报 我同意 原来你的说法 就是这个 其实美国这个大学 以哈佛为代表 在美国高校当中 这种极左思潮 在他们的教职员工 尤其学校的管理层当中 很盛行 其实你看 这次这个 在哈佛发生的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双标 双重标准 这个事情 如果说的是威胁犹太人 这个校长 就糠糠糊糊糊糊糊就不认为 她是违反 阿波的 这个校规 话反过来讲 如果说 这个事是威胁黑人 如果这个 这个攻击对象 如果是黑人的话 立马就跳出来 说这事 违反 哈佛校规 谁发表这个言论 谁叫被开除 所以呢 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说这些 极左的 这些 有极左思潮的这些人 极左思想这些人 在美国高校当中 起了很坏作用 我觉得起了很坏作用 那么在这次呢 我比较赞赏犹太主义的这个行动 以前犹太人 我相信在美国 全世界各地受到这样的不公平对待 已经太多了 他们很多情况下 就选择西式宁人不吭声 因为犹太人实际上是很强 很强势的啊 这次呢 我觉得犹太人就是 这个因为哈马斯的这个暴行 实在是太可恶 所以呢 这次犹太人不再 选择不再这么 就说我在不吭声 我就要选择出了我要发声 那么在犹太人和犹太金主的 很大的压力下 宾大校长先辞职 我希望下面能看到哈佛校长辞职 哈佛的校长尤其是一个 很坏作用 我觉得如果能看到哈佛校长辞职 我会很高兴 今天刚才那个小难题吗 就是说哈佛校友会 现在今天我看CNN说 就是支持这个校长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 刚才雅光提到的这个组 就是在美国高校中的这个组 我觉得这个是 由来已久了 可以说 这回国会把这三个校长 叫到国会听证 实际上就是因为这几个高 这些高校 尤其是这三个高校 就是在10月7号以后 就是在这个返游啊 就这些方面的处理处理的不好 就说我记得 10月7号刚完了以后 当时哈佛是有三十 三十八个还是三十几个 那个学生社团 就是发表声明 联合发表声明 谴责以色列 认为10月7号是 是以色列对哈马 对那个巴勒斯坦的 那个那什么 所以说就是 就是完全颠倒 颠倒黑白呀 就可以说 当时 当时就是 当时有一些社团 最后也发表声明 退出那个声明了 但是就是说呢 在这件事情上 这些校 这个包括这个校长 包括学校 在这个反游的这个事件当中 处理就是不当 就是不当 所以刚才雅光说 就说高校这么多年来 这么极左思潮 实际上咱就举这个 哈佛这校长的例子来说 就是非常典型 他就是 咱们说那什么 就是黑人 女性 同性恋 就这些 他都占了 都那什么了 当时就是说 他被选校长的时候 就是竞争校长的时候 就实际上就好多人 质疑他的资历 就说他过去三十年 他发表了他十一篇论文 就是这样的学术经 就是不足以让他承担起一个 这么伟大的这么一个学校的校长的职责 但是呢 甭关怎么着 他还是就是当了校长了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学校 美国教育界这么多年来 一直被这个比较偏左的这些领导啊 教授啊 在执掌 所以造成现在目前这种情况 所以看就这回 大家都觉得这三个人 我看那个video的时候 我也挺惊呆了 我觉得这三个校长 怎么能够这么回答问题呢 就是看看有没有action 没有 那些都已经明显的是 种族仇恨的 种族灭绝的这种口号说 你还要看action 所以我但是就看 像今天小南刚才提的 就是像那个校友会还支持着 所以美国这个高校 在反左的这条路上 就是我可以说 任忠道远 我看就你是讲 如果有action的话 那就不是校 就不是校方来介入的事 那就警方介入了 对对对 人家问的国会那个 国会那个女议员问的 对 很清楚 你们学校认不认为 你们认为这种言行 违反了你们校规 这三个校长 这个王谷左右而言他 就是不肯承认说 就是违反校规 就是这个 这个如果这个威胁的对象 仇恨的对象 如果换成其他族 他敢明确说 就是违反校规了 因为到游泰人 他就是在这 就是极组思想在这做怪 他就是不敢说的话 所以我觉得桑校长 我希望他们都下台 给这些极组的这些人 有一个 有很好的解释作用 我们不可以做事 做得太过分 这个好像有一些 这些这个藤校 这几个藤校的 这个当然MIP是藤校吗 MIT不算藤校 但是跟藤校 对啊 就是MIT和加上那两个藤校 这个一些长期的doner 就是一些长期的这个 这个捐赠者 已经表示就是说 以后要不给这些捐了 捐了 那么当然了 因为美国是多元化的社会 你右派不捐 左派说 那我们去多捐 那也是可能的 不会影响到学校 但是我想说的是呢 就是在美国 作为高等院校 从学术自由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从这些校长的 这些表态 和这个行政机构 这些管理机构 他们的这个态度 我看我很担心 这些学校的学术自由 就是我记得 好像上次是 是苏坦福尔哪个学校 有一个教授 就讲什么事 大概就是因为讲的事 它不符合 现在政治正确的这个观点 所以有一帮学生 就起哄 硬要把他说 让他辞职 最后学校就硬逼着他 好像是辞职了 还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既然你如果说 大家都有自由 那你左派有自由 右派应该也有自由 是吧 而不是说 你利用自己 这个在学校掌控的 把这个学术 弄成政治化 这是最可怕的 就是如果到 如果我们的下一代 在学校 美国大学校园里 特别这些精英的 大学校园里面 听到的 那这个对美国未来的发展 对美国思想的这种 思想自由啊 这种对美国的民主政治 都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刚才雅光说的 能够希望这三个校长都辞职 我也非常同意 这个 现在这个 而且我插一句 小南 而且这个 MIT的校长本身 就是犹太人 就是他在这方面 他应该旗帜先 用咱们中国共产党的话来说 就是旗帜先明的 应该提出来 就是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但是他也是 悠悠悠悠悠在这方面 所以说看这个就是 这 真是不可接受 嗯 就是美国年轻一代 这个 受这个 自由思想的这种 或者是 现在就在 这个 他以冲突这件事情上 反映出来的很多想法呢 是 确实 其实让人很担心的 嗯 这个 包括 最近我们看到的报道 说美国有一些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 就是所谓理解 或者同情 本拉登 就是说本拉登当初写的 这个反美的宣言呢 他们说 哎 有道理啊 弄了半天 说了半天 我们自己就是恐怖分子 因为我们在中东 杀了很多人 是吧 美军这个支持 这个支持那个 就是杀了很多人 但是他们 就是说 没有去完全去 深入 从历史的 或者全面的去分析 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行动 我不是说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 全都有理啊 我也 其实反对很多行动 这个 我觉得有些东西 是没有必要的 你需要两边 都需要考虑 但是大部分呢 它还是 事出有因 不是说是 是为了要这个 要就是专门的 就是要 要镇压某一个民族 都不是出于这个目的 但是很多年轻人 他对历史 他没有那么全面的去了解 他会光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 你看 这有很像在中国的一些 这个小网红们的说法 就是 你跟美军在叙利亚 你不也炸死很多人 在伊拉克也在打死很多人 是吧 你们不也是双手 沾满了这个鲜血 你说哈马斯 沾满的这个 以色列人宣血 那以色列人不也沾满了 哈马斯的这个 巴勒斯坦人的鲜血 但是说 这个来龙去脉 你总要从从这个 就像这次一样的 是到底谁先动手 我是觉得这个 就是美国的社会吧 他还有很大的 这个自我修复的能力 就是说你这个 一个错误的情绪 错误的思潮 影响社会以后呢 会有一些其他力量 会修正它 你比方说 前一段时间 这个就是自由派的 这种这种极左思想 在西雅图很盛情 这次西雅图市议员选举 这个最最猖狂的 这个社会主义者 散望 也就自己不敢选 知道他选不上去 所以自己就不敢选 现在选上的一些人 基本上都是比较中立的 就没有那极左思想的人 所以我就像西雅图 这么一个很左的地方 最后人们对 对左的思想也是无法容忍 因为左的思想 其实唱高的 搞得有很大的破坏性 他不是 他不是有很建议 他不是从建设这个城市 建设这个国家角度 他很大是破坏 就是我抗议我反对 你们就是你们都你们都错 就是我对 他们都很多人这种态度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我说选民美国人民 现在我们讲西雅图 西雅图人民 最后已经意识到 这不行这样子 这种东西是不行的 所以这些人下车 那我相信 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可能那些又会 又会这个反对左的这个思想 可能又会 又会胜利 所以很可能 这个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 又会败掉 所以我相信 就是说这次呢 甭管这个校长 哈佛校长 自不自职 已经 他已经出的很大加厉害 下次再敢这个推行 这种双标的极左政策 极左言行的话 他就小心一点 知道他这么搞的话 他可能会直接 断送他自己的现场 好的 我们现在就到了广告时间 我们再听一张广告 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 就像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 起司 steak par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 还可选择香肠 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 听到了吗 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 请大家都去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 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 家喻互小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at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 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 听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回到了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3年12月11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都市长徐亚光 和西雅图生物科技人士 李博洋先生 我是主持人小南 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 就是一个是 俄乌战争 这个 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援助 那么今天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 在美国的国防大学发表讲话 那么他还要 这个会见美国政界的其他人士 主要也是为了 这个争取 美国朝野 对乌克兰抗俄战争的 继续的支持 这个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这个支持 乌克兰确实非常 很难打赢这个 抗俄战争 因为这个对手 确实非常庞大 另外我们还讨论了 美国校园中间 这个 存在了一些反游 一些反游的一些 可以说是已经是行动 包括一些标语啊 一些口号 两位嘉宾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关于这个 美国校园里面的 这个 做的问题 就是我就补充一句 我就记得刚开始 10月7号以后 当时有人在校园里贴 那个就是寻人启事 就是被 被哈马斯绑架的那些妇女啊 儿童啊 那些那些寻人启事 就看见一些学生 上去就是 就私啊 我当时都非常惊惊 这个 这个真是已经 这个有点道德的问题了 都是 就是 就是做到这种程度 就是 不知道 这不可思议 就是这些学生 嗯 那你 你看 你知道是哪个学校吗 还只是 就是看到这个 就看到这些视频 对 OK 那真是无辜的 老百姓啊 你就这么被忽视 嗯 就是说 对 在这个极左思想的影响下 很多人的是非观念 对 对 完全颠倒 完全 没有 就是变得很没有人性 对 嗯 是的 我们刚才 刚才亚光说的一句话 我是非常赞同 就是美国这个社会 它有自负能力 就是如果太左了 它可能就会 大家如果深受左的这个 你是刚才亚光提到西雅图 这个选举市议会 嗯 这个 为什么一些 这个比较 温和派 或者比较中立的 也不能说中立 就是说西雅图嘛 基本上选上来的都是 都是民主党吧 可以说 因为它是民主党的大委员 共和党要去选 是很难选上的 但是民主党里面 确实分左中右 是吧 那现在都是比较比较温和一些 不是那么极端 对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深受了左的毒害 这个这个美丽的城市 啊 现在弄的乱七八糟 到处都是帐篷啊 什么烟头啊 针管啊 针头啊 然后流浪汉 那个这个 随地上厕所啊 这个就是弄的 你在别人家发声的时候 你都可以唱高调 哎呀 同情啊 支持啊 关心啊 等他放到 放到自己家门口了 蔓延到自己的社区了 自己的生意 是吧 自己的孩子都受到影响了 他就觉得 哎呦 这个不行了 这个在 在解决的控制 啊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 很多居民说 这个我们家门口 流浪汉的问题 这个 这个 这个流浪 流浪 流浪汉这个 这个 居住这些 Camp 这营地 这些问题 这个市政府要解决 前一任的市议会里面 有些议员和市长就说 哎呀 这个他们也要有地方住啊 哎呀 这个 那么当时我就记得 有人就说了 那你既然这么同情 那你 你带两个回家 自己客厅里面嘛 你为什么放在我们家门口 那放到你们家门口 你愿不愿意 是吧 那这个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非要 弄到自己头上了 他才想的 哦 这个事 不能这么弄 就是 很多事情不能光 光是理论上唱高调 要 就是切身实力的 为这个 受害人去找 想一想 我 我看到 有些商家 我真是替他们 难过 就是 整个这个这个店 这门口全都是帐篷 这店 也没法 这生意没法做了 是吧 你开店 你 你像那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个Jackson和12街 嗯 那个八角那 原来不是那个 那个中药店 叫什么名字的 安东 安东这方面 我忘了 安东嘛 安东生人 要财店 嗯 你这关了多少年了 你们根本没有办法 在那 你门口全是躺着的 流浪汉 吸毒的 干什么 卖东西的 整个这个东西都完了 是吧 那员工也没法去上班 那再往生理想 那个 那个 那个房东也收不到房租 就是这个就废掉了 你 你 这个 是你这一部分人的 他的倒有自由了 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 甚至说权力 都被都被伤害了 被剥夺 对啊 国家还是要 也有法律嘛 有法治 你不能 就是 就是 光靠高调 光靠高调的国家 就是我们都来自于一个 很会唱高调的地方 是吧 好 我们 还有一个话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 过去 去年 到今年 两年吧 美国联邦 储备局 一直是在 提高利率 那么 现在基本上 大家认为是提到头了 这个 可能未来 还一段时间 暂时不会提 那为什么要提高利率 就是因为通货膨胀 太厉害 房价狂涨 物价狂涨 工资也在狂涨 这个 而且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是 膨胀膨胀很严重 但是呢 这个大洋比 我们这个伟大祖国 现在呢 好像是 正好相反 它是通缩 它物价在降 房价也在降 这个 就是整个经济 处在一种 比较 收缩的状态 它就是 发展不起来 这个 和这个 就是有人分析说 和这个 因为这个疫情 三年疫情 清零政策 有关系 因为清零当时 为了清零 就是疯狂的花钱 你想 十几亿人民 每天要 好像每天都要 做那个核酸吧 每天都要 什么 捅一下喉咙 捅一下鼻子 然后这个经济 全部都出于 就是 禁止状态 那那个生意都 关了 都都没有办法弄 这么庞大的 一个经济体 折腾 最起码有一年多吧 这个绝对 就是封锁 一两年 到了七年底 就是 没有任何迹象 忽然开放 开放的话 然后就是说 预计2023年 是经济恢复 甚至有人 预期报复性消费 在局部 可能行业出现了 但整体 它没有出现 所以这个国家的 这个经济 都是 有问题 很多外企业关了 撤了 两位嘉宾 有什么 有什么评论吗 就是说中国现在 我们说最近 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登了 就是根据中国国家 国家统计局的数目来讲 今年去 今年11月份 中国的消费者指数 跟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0.5% 10月份 10月份呢 消费者指数呢 跟去年 跟去年同期 去年同期 就是去年11月 对 去年11月 对 去年11月 他没开放 对 那去年11月份 去年11月份的物价 我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不能一个月 跟11月份 跟10月份比 不行 这个 这个变化太快了 这个 他这物价要长期看 你要看着趋势 应该是 就是中国人话讲 就是什么环比 这个可能才比较有 能看着这个趋势来 10月份跟去年环比 去年10月份比 还是下降万分0.2 所以这是要 为什么讲 是连续两年 两个月下降 就在这里 其实中国的这个经济 现在在处于收缩状态 已经在很多地方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我最近 这两天看到 网上传的一个 这个 这个抖音上面的 有一个 所谓美国网红啊 推销这个 介绍这个 国产大飞机 C919 他拍了一段视频 他介绍 919 C919 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 到成都机场 成都双流机场 降下来 这个 我先不说的飞机内容 就他拍的 他在上海浦东机场 上飞机之前 拍机场情况 空无 人很少 人非常少 完了以后呢 拍到 到成都双流机场下来以后 在等行李的时候 又拍他 他又在讲他 因为 我 我们先不讲他说的什么东西 这飞机好坏 我们先不说 他拍的背景 又是没人 人很少 这个 我最近 这个 坐了好多次飞机 从西雅图机场走 这个西雅图机场 现在先堵的不像样子 现在 现在西雅图机场 到了什么程度呢 你在那个 晚上五六点钟 你去到机场去 你不管是接人送人 那个车堵到从哪 从这个五一六 还没下去 口儿给他堵着 机场根本进不去 机场 你要从那个 从那高速公路下去 进机场 你等个弄好 要半个小时 进机场 机场里头的人 那乌样乌样的 你不管是晚上九点 都还什么时间 机场里头乌样乌样的人 这个 就是说是这个 你可以说中国的机场人 少有人一种说法 说 我说因为中国的航空运输 能受到高铁的影响 所以他这个就说 比较这个 比较比较 比较 这不太 比较消息 消息不太景气 其实不光是这样 我 我的 听到消息来讲的 就说是民航业 整个中国民航业 是不单不会在大规模的买飞机 还在卖现有飞机 因为现有的飞机 实际上就是说 航空业的飞机 是一个很贵的一个资产 而且很多的航空公司的飞机 要么是租来的 要么就是贷款买来的 就是财务上的负担都很大 如果他这个飞机 如果不能买 不能运客 这个营业额上不去到 这飞机就是很大的负担 所以他们在卖飞机 一事半事 我估计的也不会买飞机 那么说中国的民用航空运输 不仅其实受了这高铁的影响 高铁已经在中国建设 已经快十年了 已经很很很这个很 就是这个影响力很大 普及了已经十年了差不多 对吧 那这个十年之内 中国民用 中国的各行公司买飞机的时候 他已经把高铁的这个 对他们的冲击 早就考虑在内 他说我我知道 多少多少人会坐高铁 从我这分流过去 我飞机需要多少 他们早就考虑到 考虑进去了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 我就觉得就是 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整个的经济 为什么处于收缩状态 通缩状态 全世界都在通胀 中国处于通缩 房价是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就是甚至北上广 这样的一线城市 房价好像都开始有点下沉 我看 我看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他就说过去这三所谓三十年 中国的经济奇迹 当然跟入世贸也有关系 但是很大程度上 就是一个房地产经济 就是房地产现在不行了 所以就影响到一切 就是所以说现在 所谓的通缩也开始了 就刚才小南提到一个 就是比如说是北京 上海这房地产不行了 就说我看有前两天 有人贴了一个帖子 就是说上海 说父亲去世了 准备就得了全家移民了 移民了就是家里有三套房子 标价三百万到一千万 但是没想到这三套房子 就是不是说给你往下砍几十万 怎么砍 都是大百分比的往下砍 所以就根本就卖不出去 所以中国现在房地产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包括我看今天早上 这里有说吗 那个恒大倒了 碧桂园吧 上海那碧桂园 好像就是说自己说了 那个掌门 那个杨慧言还是什么 就是说了 我们整个家族 就是说我们砸锅卖铁 我们也要就是保焦房 后来有人说了 你这所谓的砸锅卖铁 那意思就是跟政府说了 你看我都到这份上了 你也我也没办法了 反正就这么说吧 所以我在想 就是说这房地产泡沫破灭 现在还有一点问题 就是说像上个礼拜 出来的那个消息 就是穆迪给中国调降 中国和香港 澳门都调降 包括八个银行 都给那个展望 都是信用展望 都是调降 所以就是说 房地产不行了 如果银行再不行了的话 那真是中国可能就进入一个 长期的这么一个通缩 那可能就麻烦了 就有点像日本似的了 这可能真是一个 不行不好的事 对 日本的经济差不多 就是出自来一种 类似于停滞的状态 差不多有20年吧 不止20年 小30年 八年代 八十年代 后 对 中国经济 没什么经济 最近刚刚好一点 刚刚好 你要可以说它 差不多停滞了 30年 小30年的样子 很长时间 嗯 是的 是的 这个 所以现在 我们现在很难 看得清楚 就是中国经济将来 未来十年 到底怎么发展 就是说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 还是希望这个 老百姓的生活 不要受到影响 你物价低 那可能对低收入的群体 可能还有一些好处 对 但是 只要老百姓的生活 不受到影响 那你经济 这个 一些指数啊 数据啊 什么GDP啊 这些倒还是次要 就是 好 我们时间也到了 那 感谢两位嘉宾 也感谢我们今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好 谢谢